长荣航空班机上演全武航 昨天一架由台北飞往美国旧金山的班机 一名外籍旅客 因为不满临座的旅客咳嗽 自行更换座位 而过程当中遭到另外一名乘客制止 沟通过程当中爆发了口角 甚至是肢体冲突 吓坏众人 飞机还在半空中火爆冲突一触即发 白衣男子大力挥拳不断叫嚣 空服员赶紧制止 不料来一男子失控扑上来 就是一记扎实的右勾拳 男子气的脸红脖子粗对空乱挥 空服员紧静架住他 也有人挡在中间劝架 还一度遭到轴机场面一片混乱 其他旅客简直吓坏四处逃窜 无奈战场就在这小小的机舱 只能无助寒救命惊呼连连 飞机上上演全武航 事件导火现在换作为问题 7号长榮航空一架由台北飞往旧金山的航班 起飞三个小时后一名外籍旅客不满临座民众咳嗽 自行更换到其他座位 但新座位并不是空位遭到另外一名旅客制止 双方在沟通中爆发口角演变尾扭打冲突 是哪个位置 或者是坐哪个位置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那还是要请机长来做出来 空服员介入安抚并调整双方座位才控制场面 长榮航空也发出声明表示 机长于事发后立刻通报旧金山航警 平安抵达后 由警方将涉及冲突的旅客带走 做后续调查 所幸扭打事件没有酿成严重事故 也让空中惊魂证实告一段落 建筑强团报导 自动转发 地下来自动转发 地下来自动转发